好 所以今天我們會翻課本的92到93頁 這是我們今天會上課的內容 好 分享一下課本的畫面 課本這邊93頁介紹了一個中國的月慶 然後他是屬於弦樂器 跟你的小提琴是一樣的 他就是可以拉 他也是可以像小提琴這樣拉弦 只是他不是放在肩膀上 他是這樣扶著放在你的腿上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二弧 有聽得到聲音嗎 你們有聽得聽不到好等一 聽不到我要從哪邊開等我一下 你們聽不到 那我是不是要開在這邊 你們就會聽得到 我開在這裡好了 他們再等我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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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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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關一下我的 歡迎來到果月世界 果月文化有大精神 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各式各樣的果月之方 這樣聽到了齁 今天要介紹果月變氣啊 今天要來跟你們介紹一個超級大魔王喔 好 超級大魔王 更恐怖耶 哎喲 阿寶姐姐 不要講了 我最看恐怖的東西咯 哎喲 都誤會了啦 是魔王的魔 超級大魔王啦 哦 原來是那個大魔王 我還是魔王大王喔 我啊 我把貓王 還做精神 這是大帥的 我超級像的呢 看吧 要再加大魔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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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看我只是開過玩笑嘛 好 真的很難 很難 阿寶姐 我們回正傳 你說的這個大魔王 他的魔王是甚麼啊 我不能聽我們自己的技師呢 沒問題啊 其實啊 好 你看看喔 這是中國樂器的所大 好酷 真的超像耶 怎麼樣 你們對這個唢娜這個樂器 你覺得他很像的可以舉手 你覺得他剛剛吹的真的很像小鳥在叫的可以舉手 都沒有 那你們覺得他像甚麼 好 雨晴舉了手 雨晴是覺得他很像 你網路網路怎麼了 很當好沒關係 那你就螢幕不要開嗎 如果你們那個網路很當的 覺得很當的話 螢幕不要開沒有關係 然後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今天那個下雨喔 那個下雨可能網路也怪怪的這樣 好 我要來問 那 翔騰 你覺得那像甚麼 你聽完這個唢娜的樂器 你覺得 你覺得他怎麼樣 唢娜這個樂器怎麼樣 像鴨子 所以你不覺得他像小鳥 他比較像是地上走的 地上蹦蹦跳跳的鴨子 我覺得你的聲音更像耶 好這個是唢娜 好 那還有沒有人想要發 想要說 分享的 好 有沒有要分享的 雨晴 我們再找一個 你們不分享我就點人 我就找一下 我看看 呃 韋琪 韋琪 你開一下鏡頭 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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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唢娜這個樂器怎麼樣 很好啊 你的 你的那個很酷 現在就來公佈大魔王 一 你覺得大魔王就是 二虎 這個小小的樂器 竟然是大魔王 你不確定可以模仿什麼呢 蛤 所那是鳥 二虎 我猜是獅子 好啦 你們不要再亂猜了 讓我來公佈答案吧 答案就是 帥氣的馬迪 還有馬斯生 我想知道這個蛋魔王 是怎麼魔王馬來的呀 超小 那麼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火月小百科吧 火月小百科 火月小百科 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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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家籍中的一員 與其家籍是相當有彈表情的關係樂器 包含了二虎 是高虎 中虎等 五虎的武器 它們的結構相似 但根據形體 而有度比音色上的差異 在家族中各自其職 二虎的聲音 優遠而沉穩 適合作為學域中的領導者 好這個是高虎 輕量細切 而遠飄逸 很適合作為高虎伴奏 來表現各種 描摩山水緊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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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陰影 一二虎小屁 扎實而一成 經常會用來描摩圓山水緊緻 沒想到大國王不只有一人 竟然是一個大家族 好 來我們整理一下 所以這個樂器有三個 它都屬於公弦家族有二虎中虎和高虎 那中虎就是在那個二虎在中間 中虎的聲音就比較低 比較低 然後高虎的聲音就比較高 所以這個高虎二虎中虎 來請小朋友講一次 高虎中虎二虎 來請你們 高虎二虎中虎 來請你們講一次 來最上面的 好再過來 對 它的音域是這樣子 它的音域是這樣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這個我們就跳過 你看它就兩根喔 好它接下來 等我一下哈 好接下來它就會介紹二虎有什麼樣的指法 那我們就跳過 我們這一段就不這麼詳細的看哈 還是你們很想聽? 好來這個這個 好這邊這邊好了 好來這個這個 這裡 好來 來問一下 來那個 剛剛它有兩個 一個是馬蹄跟馬在叫的聲音 吳家長你覺得怎麼樣?有沒有像? 還好啊 還好 OK 那問一下 明軒你覺得呢 剛剛這個二虎樂器大魔王 你覺得它模仿的有夠像嗎? 有像嗎? 有喔 很像喔 好 有的人 就是個人感受的關係喔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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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在我们课本上面 92页的部分 我的网络也荡荡的 我们要证明一下 我们就到这边就好了 这个你有没有感觉到赛马的样子 你听完这个音乐有感觉 有赛马那种气氛吗 那可能要配个 应该讲说要配个 那叫什么 画面 应该再配个画面就会更像 我的那个课本就跑去哪里了 好我知道了 去哪里 我的课本又不知道去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啊 为什么我这样我看不到我的课本呢 那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好 那你们有没有最喜欢的乐器 有没有很喜欢的乐器 有吗 你们有喜欢的乐器吗 诶 没有 等一下 为什么他跑不出来 他为什么是这样 对吗 对对对 这边这边 好 你们都没有比较喜欢的乐器吗 来我来问一下那个好了 那比分安你有喜欢什么乐器吗 钢琴跟小提琴 那我来问你一下你觉得钢琴跟小提琴有什么 啊不是不是对不起那个小提琴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南湖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声音不一样好那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小提琴是四条 然后这个南湖它是两条 好它是两条弦 好 弦 对 弦的数量不一样 但是演奏的方法有一点点类似 好 那我可以 请你们 呃 再来分享一下好了 除了钢琴之外 好 有没有觉得什么乐器你也很喜欢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来 芸汐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乐器 都没有 还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乐器 那详志有吗 嗯 你有没有喜欢什么乐器 有没有觉得哪个乐器你超级觉得很棒的想介绍给大家 诶 然后他 不知道好我们可以再看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 好因为刚刚那个赛马我们已经欣赏完了 我们就不再看这一段影片 那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课文 好赛马这一首乐曲是中国南湖演奏家黄海淮先生 好他创作的好来这一段呢我们请那个想整帮我们念一下吧 音乐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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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活动 他很热闹的 他很热闹的 哪一个 普普是什么 等一下 家章你要说什么 啊打鼓是吗 哦好 打鼓 来我找一下 哪哪一个鼓你们觉得你们看过哪一个鼓呃是你们觉得不错的 很多鼓 我那我找一下我上网找一下 好 我 这个是我介绍一个乐团他是 他不是用鼓但是他们他们拍的节奏跟 其实用了很多就是他们用了很多节奏 但是他不是用鼓他用的是生活上可以用得到的乐器 我不知道这个乐团你们是不是有看过我来Google一下给你看他 我看我可不可以分享这一页 好 我觉得这个乐团因为他们做的很多都是 他就是做了又做了很多的节奏 所以听起来真的很热闹 可以有点小哈 我等一下我分享给你们的时候好我放大一下 我要你们看的 我先让你们看这一段 好 这一段 这里这里 好 破铜烂 这个 这个乐队是国外的乐队 然后他 他翻成中文 人家就取名就叫破铜烂铁乐队 但是他的英文是这个stomp 好 这个 这个 他的英文的团名是这个 好 那翻成中文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他们 他们就用日常用品 好 像这个扫把 垃圾桶盖 然后打火机 然后这些动 反正你生活上看的东西 他们就把它做出一个很有节奏性的音乐 好 然后他们也去很多国家表演 好 他们去很多国家表演 那我们来看他们其中 一个片段 但是 我可能搜寻到的后 都是有一点点久了 有一点点久 我们找一个 看起来日期最接近的是哪一个 这一小时有点 这个是很经 这个是很经典的 好 那 我们先 我们先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是预告 好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预告 小时 来 好 好像 还没 我们在 你 你 小时 我们 那个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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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